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个人不是看她的声明 而是看她的行动 不是看她自称如何如何 而是看她做些什么 和实际上是怎样一个人 人生无修养 一生迷茫 人生无德性 一生昏庸 人生无伦理 一生奸诈 而一个人该如何让自己的修养变得更好呢 在古讯中已经给出了答案 今天颖安将和大家分享的题目如上 在开始今天的节目之前 希望大家能点击订阅和小铃铛 你的点赞和评论是对颖安最大的动力 感谢大家的喜欢 深夜读书因你们而精彩 修养和一个人的言行密切相关 一个人的言行举止折射出其教养与素质 无论你的外表经过了怎样的包装 但发自内心的东西依然会暴露于言行 出言有耻 古人云 良言一句三冬暖 语言的表达也是一门艺术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自尊和骄傲 不要拿自己的个性去挑战别人的脾气 学会尊重 让别人舒服 才是一个人最高级的素养 关系好 不等于什么都可以说 生气 不等于开不起玩笑 我不是故意的 不等于你没错 我没有恶意 不等于没造成伤害 说话的时候 多换位思考 多设身处地 有时候 可能一句轻描淡写的指责 就会成为压垮情绪的最后那根稻草 一个看似玩笑的评论 可能就是轻轻易推的多米诺骨牌 你不了解别人经历了什么 就不要望凭你看到了什么 说话有分寸是一个人的高级修养 是一个人成熟的表现 体现着做人的尺度 也体现着一个人生活的层次 时时刻刻把握说话的分寸 注意说话的场合 身份 谈话对象 才能让话说到最有尺度 每个人都有难处 凡表象皆有根源 言语之间少些犀利 多些余地 是对别人的仁慈 也是对自己的尊重 嬉笑有度 开玩笑是日常生活中 极为普通平常的事 但玩笑的目的在于调节气氛 如果不懂得把握玩笑的尺度 言语间就会有意无意地伤害到他人 马歇尔卢森堡说 也许我们并不认为自己的谈话方式是暴力的 但语言却是常常引发自己和他人的痛苦 一个人对待玩笑的分寸感 往往能够看出他的人品 不要拿别人的缺陷开玩笑 不要拿别人的隐私开玩笑 更不要拿别人的生命开玩笑 真正的幽默不是乱开玩笑的哗众取宠 而是在合适的时间地点 用恰当的话语来愉悦气氛 懂得尊重对方 才能让玩笑的感觉恰到好处如沐春风 只有对方觉得好笑的才叫玩笑 对方觉得不好笑甚至生气的 那就是没礼貌 做事有余 常言道 凡事留一线日后好相见 人这一生起落臣服 难免得意 难免低谷 得意时善待他人 失意时善待自己 很多事情难以预料 三十年河东 三十年河西 无论何时何地 话别说太满 做事别太过 今日你不留有余的落下口舌 来日峰回路转 狭路相逢 必然徒增尴尬与伤害 水至清则无余 人至茶则无涂 给别人留有余地 亦是给自己留下退路 说话有德 古人言 历任个体很易和 恶语伤人很难消 说话前最好能过一下大脑 不要只图自己口舌之快 却不顾及他人感受 说出去的话 形同泼出去的水 不要妄想一句 别往心里去 就能让别人当作 你什么都没说过 事实上 不管你怎么提醒对方 别往心里去 别人听完之后 依然会觉得 你是暴露了内心 最真实的想法 中国有句古话 并从口入或从口出 说话的分寸感相当重要 话多不如话少 话少不如话好 与人善言 暖如不薄 伤人之眼 痛如刀割 最能暴露一个人内心的是语言 最伤人心的是语言 最深入人心的也是语言 嘴下留德 掌握方寸 方能彰显智慧 展现人品 便也成就未来 凡是把握尺度 是一个人最好的道德修养 道德是用来律己的 不是律人的 法律才是律人的 道德用来律己 好过一切法律 道德用来律人 坏过一切私行 每一个人的言行举止 除了展示他的品德高尚 灵魂干净之外 也蕴藏着 其一生的运势 虔诚 放纵只会自毁形象 收敛 营造精彩人生 所以管好自己 才是对自己最好的修行 与君共勉 好了 今天分享到这里 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 请点击订阅与分享 也可以在评论区 留下你的看法 让我们一起在阅读中 成为更好的自己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